我跟火車的淵遠 事實上是滿深的 是因為我阿公在鐵路局上班 我爸爸也在鐵路局上班 阿公是很早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在侯童那裡當站長 所以早期對台灣的鐵路運輸方面 他投入也頗深了 然後後來我們全家就到台北來 那我爸爸也因為阿公的關係 所以也在鐵路局工作 他是在比較修理場那邊 是在淡水那邊 所以他每天都要從台北做淡水線 現在是捷運 以前是火車到淡水去工作 所以看著爸爸 看著阿公 總會對鐵路的那一份深情 更加深刻一點 他們對我整個一個人生 尤其是個性的養成 那種實在實作的精神 我覺得影響非常非常大 那個人對鐵路很深刻的感覺呢 其實是因為去花蓮 坐在北回火車上面 然後看著要進花蓮的那個景象 然後看到的是幸福水泥場 幸福水泥場在旁邊 那時候我個人會覺得我去花蓮是一件 理所當然的事情 因為那裡有醫療需求 但是對於我家人講起來 我是要離開台大 離開台北 而且要帶著我兩個小孩 對我爸爸媽媽講起來 是帶著他們最心疼的孫子 要到不容易看得到的後山那個地方去 所以那時候心裡也有很多糾結 到底我要不要選擇這條路 所以在那個地方想 這個火車就像那樣鐵軌岔路 到底是幸福呢 還是走向一個落後的那樣的一個未來呢 這都是造成心理上很大的一個感受 到現在印象還深刻